继续带您品尝充满爱的手工金菊糕 新北市板桥有一间老字号金菊糕 原料很简单 只有金菊和冰糖 但熬至十分费功夫 得要掌控火候和时间 才能练出精华 早期因为看医生不方便 所以只要孩子感冒咳嗽了 家里长辈就会熬煮金菊酱给孩子喝 没想到竟然成为家传之宝 一脉就是三十个年头 如今第二代老板刘冠良 不只制作金菊糕 还将它入菜 做出各式各样的创意料理和甜品 希望让家传的好滋味发扬光大 早晨市场有亲切活力 有冬日暖洋 还飘散着一抹酸香 我把这些菊 我都自己煮的 我这个煮的 冬季盛产的黄金菊 酸甜汁叶加上微带甘味的皮 熬煮成浓郁的陈彻金黄 加进冰糖 调味 提味 还兼做天然防腐剂 季节嵌定的温热金菊糕 让喉尖增贴了些温暖 加的这个金菊酱是喝得到里面的果肉的 然后不会很酸 就觉得就是很纯正的金菊酱 我都是泡热水 对 我只要 这个喉咙痒痒我就会泡来喝 对啊 就可以补充天然的维他命C 制作金菊糕的原物料很简单 只有金菊 冰糖而已 但一双手得五六个小时 来回翻脚不停 不小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所以一定要用点心 不能用嘴巴而已 真的手一定要动得很均匀 年轻人就是要好好去写起来 像我们这个东西把它传承下去 金菊糕从早晨一路熬到中午 老板刘川彤在介绍制作美稿的同时 也没忘了被回来接班的小儿子 再次二提念命 我刚开始有整锅焦掉过 就是因为没有拿捏好 过大 对不对 还有你过大它过于浓稠 那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在使用 还有因为你火候太小滚不透 来自板桥的小摊位 不定期出没在各个早市里 边加热边搅拌 直到金菊皮跟果肉 几乎完全融化 上层开始冒出风吟泡沫 一脚开在蕴染开来的大理石纹下方 看见亮泽的黑核色 金菊糕才接近完成 有时候你回去之后再看它的那个浓度 才会最准 因为在稍微在冷却之后 它那个温度降下来之后 它的稠壮度才会就完全呈现出来 耐心慢煮成浓稠到化不开的菊糕 里头还能找到金菊纤维 30年来当老板刘川彤用双手在铁锅内 规律地划出黄金流线 用时间熬出酸香滋味 老板娘黄秀欣始终相伴在侧 这个金菊糕 这个很好用 这个吃起来很润 如果要泡 天气要干 汤子干 热热就好 因为我怕酸 不过我喝起来还蛮不错的 有点酸甜酸甜的 果香原味的背后 藏了夫妻俩的心血 才赶得及封存冬季的金菊香 来自彰化果园的黄金菊 小巧又饱满 月入水中洗起冷水澡 正常洗洗四次以上 你像刚刚一直冲水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还没有 来第二次就下瓜子 你看这个水有没有很非常清澈 做什么东西我敢吃我才卖 不要我不敢吃来卖人家 今天黑米豆腐 那我做不下 圆润金菊们用风扇吹干 接着去子榨汁之后 就是百分百的果肉原汁 针壳一般也没在看 没有 一般没在看以前 那一般如果甘毛少 就出品老人做茄子 就是饭这个茄子 不然用茄子盒 然后下去喝 下去喝 然后泡沸水喝 黄澄澄的果子是古早家庭 常备的润喉食材 长辈的智慧竟意外拯救了 黄秀欣的身体 咳到身体很虚 然后又没声音 真的看医生也看很久 不知道怎么样 我婆婆说 不然我们吃了 这又有剩一个 又有剩一剩 阿嬷流下来 冰 那去吃看看 结果我吃了有改善 觉得不错 继续吃 真的声音出来了 求意无果 抱持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身体真的出现好转 让原本做橄榄生意的她们 决定转换跑道 选择沐浴在甘醇清香的金菊海里 更让金菊糕成为 在菜色料理中的最佳配角 鱼煎到两面金黄之后 先移到旁边 耐心等待灵魂酱料的点缀 有客人来后 我都煮这一锅 他们说 你这个鱼煮起来 怎么跟外面吃的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特别干 又有一点酸 因为加下去都不用什么糖 它自然就是有甜度 海味融合酸干 金菊的加入 让料理都清爽了起来 新鲜生菜淋上金菊糕 乌鱼籽也跟金菊糕 找到完美平衡 甚至还能烘焙成金菊酥 新一代的创意让菊相似异 年轻人比较有头脑 他会去想说要多做些什么出来 我们的老人家就是比较 没有去想那么多 就是一贯就是一贯 金菊串起一家人的心 上一代付出的深厚心血 下一代用心承接下来 兴趣是有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为我家人 我爸爸他已经做到做这么久了 手也就是相当疲惫 一个是他们疲惫 一个是他们就是手 已经就是变职业伤害了 一颗颗的金菊 代表着传统老味道的情感 也蕴含着踏实奋斗的日常 让一家人的回忆更显甘甜